是宇宙演进的主观设想 宇宙是我们生活的空间 我们身上的构成的 原子和地球上的一切物质 都是由超新星大爆发而来 超新星大爆发只是大质量 恒星濒临死亡时的爆炸 并不是宇宙大爆炸 那么宇宙大爆炸之前又是什么呢 这只能由个人的理念去推测了 我的推测宇宙大爆炸之前 是由暗能量和纯能量构成 而暗能量和纯能量 都是在虚拟和实质之间转换 可以凭空产生和消失 也可以无限放大和缩小 当暗能量将纯能量 压缩成一个纯能量点时 这个点就爆炸了 宇宙也就这样产生了 是宇宙大爆炸产生了空间和时间 纯能量点大爆炸后 释放的能量产生了质量 随后物质与反物质的碰撞抵消后 构成宇宙早期的亚原子粒子 而暗能量则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仍在宇宙外围包围着 另一部分散落在宇宙空间 形成暗物质 本来宇宙爆炸后 形成的物质与反物质 应该是同样多的 但是由于有暗物质的参与 物质以压倒性的优势 战胜了反物质 主宰着宇宙空间 宇宙降温后产生氢原子 之后氢原子构成的星云被点亮 形成超大恒星 超大恒星死亡后 又形成超大黑洞 超大黑洞吸收大量气体后 发生类星体喷射 残余的气体与喷出来的气体 又形成星云 星云中心的压强产生高温 随后恒星继续被点亮 太阳就是其中之一 宇宙中的射线 就是像银河系中心这样的 超大黑洞发出的 本人认为 暗能量会将宇宙无限扩大 届时 万有引力将不再起作用 为制造恒星的氢原子 也越来越少 宇宙最终将会以 大冷却方式结束 十万年后 地球轨道开始远离太阳 有可能进入大冰川期 食物链断裂 人类不在 居住地球 三千万年后 小行星撞击地球 大量生物灭绝 十亿年后 太阳开始膨胀 地球表面温度将达到一百度 开始蒸发掉海水 二十亿年后 太阳膨胀速度加快 地球温度上升到一千度 表明逐渐被抹平 地球不再有生命 五十亿年后 太阳变成红巨星 吞噬水星 金星和地球 地球最终被气化 六十亿后 太阳塌缩成白矮星 八十亿后 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相撞 最终合成一个更大的银河系 三百亿年后 银河系的恒星开始熄灭 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 由于吸进质量太多 发生类星体喷射 银河系开始崩溃 五百亿年后 星系逐渐消失 只残留一些单个的小恒星和黑洞 并且间隔越来越远 一千亿年后 不再有恒星 宇宙越来越冷 而且很空旷 最终 宇宙的质量流失 按能量取得完胜 到最后 连原子都不能构成 宇宙死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